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三 HKG部今天推介和大家一起看一位 暴动案罪成判囚的被告 他申请上诉许可的理由 究竟有多荒谬 17宗声援理带暴动的案件 在9月16日已经全部审结 213位被告里面 有200人被定罪 6个人脱罪 另外就有7个人走了老 其中一个被判囚4年9个月 案发时候是18岁学生的陈卓言 他不服裁决提出上诉 申请今天在高等法院处理 上诉庭法官潘敏奇拒绝了他的申请 当说到陈卓言重申 当日他身处现场是为了交涉影功课 判官就提出了质疑 就说如果他只是为了拍照 为什么要在暴动现场 由8点逗留到11点呢 又直接问他拍几个钟头的照 只是为了交功课 谁不知陈卓言就答 没错 判官就说 这个说法并不合理 又说申请人都心知肚明 最终就驳回了他的申请 判官还发出减时命令的风险警告 即是申请人如果再申请上诉 被驳回的话 双诉庭有权命令 在申请人等候上诉裁定的时间的构压期 是不计算刑期的 变相来说即是家议 大家以为做功课作为理由已经是很特别 只可以说少年你太年轻了 看过去几年 单凡涉及暴动案的被告 身处现场的理由总是千奇百趣 有些说只是路过现场 有些说约了朋友吃饭 不过没有最荒谬 只有更荒谬 曾经就有被告说打算光顾色情的按摩场所 但途经暴动现场的时候就被捕 也有人说自己召忌之后被示威者阻碍离开 每当见到这些相关绝顶的理由 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 在暴动危险的情况下 是可以激发人类的欲望 叫人可以赴湯道火 或者这些被告不妨投身心理学界 等人仔细分析这些如此独特的心理状态 其实社会知、法庭知 你知、我知 甚至被告都自己知道 涉案者说出来的理由是多无契 不过面对即将要失去自由的一刻 就好像当日决定身处暴动现场一样 只是为了放手一搏 当然,这些盲目的赌博 换来的只是输光阴输前程的惨淡结局 又要威柔如大头盔 除了这种丑态 是有警惕社会的功用之外 亦为大家茶余饭后 增添了多个令人笑得合不合口的真实笑话